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家老宁啊 真的是放心哦 还跳广场舞 跳广场舞的老头子可多了 你和我说什么 我去勾引老头子吗 你看看你这个人多心吧 我就是说跳广场舞的老头子多 有没有说谁去勾引老头子 就是这个意思 妈 我妈她刀子嘴豆腐心 说话没把门的你别往心里去 再说咱们跳广场舞有什么不好呀 有老头子看上咱 说明面丽无限 咱早还来不及呢 是不 小的可真懂妈妈的心 像当年啊 我可是个文艺工作者 我现在这样的气质就是当年锻炼出来的 不像有些人哪 只知道打麻将一点都没有艺术的情趣 谁没有艺术情趣了 妈 你也是的 咱们以后不要天天打麻将了 没事跳跳广场舞 活动一下筋骨 多健康呀 再说万一啊 有老头子看上你了 他们给我找一个后爹呢 吃吃不大 没打麻将的 我爸还害羞了 咱们吃吧 咱们吃吃吧 来 吃吃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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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小姐 你家马虎好养吗 你也喜欢狗啊 我老婆喜欢 所以现在我呢 在收集一些养狗的经验 你对你老婆还挺好的吗 孙先生对你也挺好啊 我看他天天陪着你 他对我 反正啊 他一点都不喜欢马虎 我对马虎一点都不好 马虎看到他就害怕 你不要激动啊 孙先生爱乌吉乌 肯定会对马虎好的 放心吧 你啊 别老那么挑剔 那么刻薄 要不再好的男人 也会被吓跑的 女人不都这样吗 我老婆就不这样 你对马虎那么好 说明你心地善良 你说你明明是豆腐心 偏用刀子嘴来掩盖 看你整天老婆老婆的 挂在嘴边 你们一点很幸福吧 幸福是幸福 但是呢也有一些小问题 你们也吵架吗 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 像你跟孙先生呢 肯定没有物质上的担忧 所以一些小事情呢 无限地被放大 我跟我老婆呢 都是普通家庭的 为生活为工作努力打拼 你肯定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吵架 多好啊 两个相爱的人 能为了未来一起去努力奋斗 想想都觉得温馨 要是换了你啊 这种生活你肯定过不了 才不会 至少有一个真心真意 对自己好的人啊 我什么都没有 也什么也给不了他 唯一能做的 就是对他好 还有努力工作 为我们即将出世的小宝宝而努力 你先坐着吧 我去工作了啊 嗯 对我来说 有一个全心全意 对自己好的人 比什么都重要 老婆 我错了 都以你 其实我觉得马虎做我们的伴郎 其实也不错 哎 多新鲜 说不定还能上一新闻呢 对吧 嗯 你刚才不是说 马虎给你丢人吗 哎 其实我想过了 这会儿不是我俩结婚吗 对吧 嗯 跟我亲戚朋友有什么关系啊 真的啊 真的 嗯 老公 嗯 老公啊 嗯 我刚才想了一下 这马虎做我们伴郎 确实有点不合适 要不我们算了 我觉得吧 现在是订婚仪式 咱们朋友结婚 现在都听你的 到时候我们结婚仪式的时候 再商量 嗯 老公最好了 嗯 嗯 哟 怎么办得这么休闲啊 我男朋友喜欢穿休闲装 哎 听说你跟刘董事长的公子在谈恋爱 是不是真的 听谁说 上次你们来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 可是手牵着手进来的 这可是爆炸新新闻 现在有谁不知道公司上架 哎 星姐听说跟大款交往不光要和撒娇八点 偶尔啊还得刁蛮任性 大款就喜欢这一块 你的特有性格特真实 是啊是啊 偶像这里可都是这么演的呢 到时候 你们俩太八卦了 到时候啊 咱超过去接手 你别忘了提起我妈 还望大少奶奶多多关照 行啦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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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登乔 刚才酒等了吧 还好 我也刚到 早点儿让你多等一会儿了 反正 等女人是男人的天职 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呢 难得见你这么开心 对了 丹乔 等一下我们去吃西餐吧 洪小豆什么时候改变品味 爱上西餐了 我今天发的奖金 打扰庆祝一下了 无能和你一样吃骨头饱吧 原来是这样 对了 丹乔 我觉得我们在现实中已经认识了 你还叫我网友 这太奇怪了 这样吧 我们两个从虚拟世界中快点走出来 重新认识彼此 丹乔先生 我叫宁兴 以后请坐坐观察 好吧 从现在开始我不叫你洪小豆了 我叫你宁兴 我叫我宁兴 你不能说你 你不能说你 我那天 都会愿意 你不能说你 我那天 我爱你 你不能说我 我去哪儿 我爱你 我爱你 小航空间的粉丝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就赶紧抢票吧 天哪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树洞先生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的小航空间乐队要来咯 是谁把我的树洞偷走了 赵丹桥 令星 从今以后 谁又来和我分享我的快乐和悲伤 红小豆对树洞来说真的重要吗 可能只是个网民而已 他背后真实的那个人 对树洞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包括他的喜怒哀乐 他的心跳和悸动 那树洞对红小豆呢 赵丹桥对宁夏呢 重要吗 不然为什么他和别人走了 我会感到寂寞 真的很感谢你 丹桥 谢谢你这么痛快答应我 假扮我男朋友 让我能够在婚礼上挽回面子 举手之劳 对了 上次你说公司遇到危机解决了吗 是的 都过去了 有时候我觉得心真的很累 所以不时会与你轻土烦恼 那是我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候 每天我回到家 我真的很累 好了 我们不要谈工作了 让我们谈一谈电影啊 音乐啊 以及彼此的秘密 丹桥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种快乐 还要轻松延续下去 当然了 前提是你需要从虚幻的世界当中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前些天我去了一家音乐酒吧 居然听到了完美酒吧 真的是太巧了 你选音乐酒吧 我觉得太吵了 我不太喜欢 我 我说完美酒 居然还有人记得这首老歌 怀旧这东西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个潮流吧 每隔几年都会流行一次的 你不是喜欢这种音乐吗 对了 丹桥 好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都忘记告诉你了 我现在已经调到董事长办公室工作了 你说 人和人人的缘分 是不是很奇妙啊 这次我一定会努力 尽快得到董事长的认可 她的认可就这么重要吗 当然 她不单单是我的董事长 更重要的是 她也是你的母亲 丹桥 说实话 你是更喜欢 网络中的那个我 还是现实胜入我 在网络中 你给我的印象 就像是一团火 又像个傻丫头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 但是现实中的你更加的理性 也更知性和徒利 你要知道现实生活中 有太多的压力了 太多的竞争 即使我的内心是一个小女生 没有办法 我总是要用 强悍的外表来掩饰自己 即使我的内心 其实还是个小女生 是吗 可能我还没把你跟洪小豆 完全对应起来 我相信 经过一段时间了解 你一定会了解到真实的话 丹桥 静瑶 这么巧又碰面了 宁小姐也在啊 你们是网友聚会 冯总 我和丹桥 现在你不单单是网友的关系了 是恋人关系 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那恭喜你 丹桥 你小姐是个好姑娘 不错 不过我要提醒你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了 不要让过去的情感 把自己疏忽了 是吗 嗯 我有朋友先走了 好 丹桥 冯先生刚才说的 摆脱过去的阴影的束缚 是什么意思啊 丹桥 我真的很想知道 树洞先生不是应该 对红小豆毫无保留吗 对不起 今天我不能送你了 前面有个路口我把你放下 你自己搭车吧 丹桥 你是怎么了 我是关心你 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的不开心 都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分担 这有错吗 抱歉 只能送你到这儿 姐 这么晚跟我来啊 什么事啊 没事不能来找你啊 我也打算今天住你这儿呢 真的 太棒了 怎么 这么晚不睡觉干嘛呢 我正好拍了一些照片 做些资料 收拾一下 对了 小夏 你之前跟树栋先生聊天当中 有没有提到过他过去的感情史 没有啊 你怎么问这个啊 今天跟他吃饭 他谈到这个话题 我一时答不出来了 今天 你没有见过啊 主要是为了谢谢他之前假扮我男朋友 所以请他吃了顿饭 小夏 你们两个以前聊天 都聊些什么话题啊 我们就聊些电影啊 音乐啊这些的 坦白说 你喜欢他吗 无论是树栋先生还是赵丹桥 说呀 其实我还挺依赖他的 不管是开心的事情还是难过的事情 都会跟他分享 他是最了解我的人 我什么秘密都会跟他说 不过 当我知道赵丹桥就是树栋先生的时候 真的吓我一跳啊 因为树栋先生是个很温暖的人 但是赵丹桥冷冰冰的 不过相处久了之后才发现 真正的赵丹桥和树栋先生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还是朋友了 这么说到底是喜不喜欢 姐 你问这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觉得我喜欢他了 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所以小夏 我是要你把红角豆的身份继续让给我 还要给我APP的账号和密码 让我更多了解他 姐 感情不是随便的东西 怎么能说让就让呢 我仔细想过了 这些年以来 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太多的青春在随然身上 我不在乎他穷 也不在乎他没有本事 但结果呢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与其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找一个家庭条件好 结婚后又能让大家羡慕我的男人结婚 目前来看 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 周小夏 你一定要支持我 姐 那你真的喜欢他吗 喜欢 那他喜欢你吗 现在也不确定 但以后一定会的 姐 我跟他说了那么多秘密 这些秘密都属于我的 你不能连我的人生和我的秘密都拿走吧 这跟人生有什么关系 我不过是需要你们聊天记录 这样的话呢 我就能更多地了解他 也能让他更快地信任我 这有什么呢 姐 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你知道吗 我想说了 我帮我出去走走 小夏 黄露露 你爱我吗 我知道 这些年 你一直都喜欢我 不过呢 那我就是个穷光蛋 我没房 没车 也不能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 但是只要你愿意 咱俩现在就可以去婚礼现场 王露露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男朋友 赵丹桥 大家好 谢谢 恭喜恭喜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 还要早生贵子 如何带着狼狈 伤口和记忆 如何带着狼狈 伤口和记忆 却像崭新的人那样 从头来过呢 树栋先生 晚上好 今天我想问的问题是 在没有重启案件的人生里 我们到底如何从头来过 啊 没有 脸子 我觉得我喜欢她了 崔小夏 我需要你把红角豆的身份 继续让给我 我不如找一个经济条件好 结婚后又让大家羡慕的男人结婚 目前来看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小夏 你一定要支持我 书总先生 人世间的烟火 会有多少次无罪的措施 怎样才能把悲伤从心里抹去 可以抬头望月亮 望着望着就望了 红小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爱 不是恨 而是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来没事 你是不是觉得你刚刚把我妈哭了 现在我来帮你 我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情 这是命令 不是和你商量 没有可是 记住 行 我反正都卖上你赵的大屁 你说什么 大声吗 宁夏 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还是希望你回到麦威工作 你敢 就怎么样 手机在我这儿 手机在我这儿 喂 喂 干吗 就不给你 喂 喂 我的淋雨啊 我 我 我 把伞给我 快 宋锐 还嫌 我 你还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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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东 先生 你还嫌 我 我 你还嫌 我 我 你一言 你还嫌 我 你还嫌 你还真是 Son的 我仔细想过了 这些年以来 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太多的青春 在隋然身上 我不在乎她缺义 也不在乎她没有本事 但结果呢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与其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找一个 家庭条件好 结婚后 又让大家羡慕我的男人结婚 目前来看 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 这么想 你一定要支持我 菅丹桥的密码 2046 谢谢小夏 爱你 你一大早跑到我这儿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我觉得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 虚拟和现实本来就存在着诧异 我只是觉得她和网上不太一样 在网上的红小豆是个敏感细腻的女孩 而在我眼前她却是另外一种类型 人在网络上本来就是要伪装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行了 你别想你的问题了 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上一次的症状是几号出现的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我过来 你就跟我说生病的事情 请你尊重一下客户的感受好不好 我是医生 又不是卖保险的 我需要我的客户健康 你既不证实你自己的状况 又不肯按时吃药 又不按时来复查 你的病情怎么能好转呢 书冻先生 你好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乐队叫 我的飞机场 很可爱的名字吧 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哦 总觉得他们唱的就是我的生活 如果哪天他们来看演唱会 我一定会去看的 书冻先生 你在忙吗 不如休息一下 听首歌吧 少爷 看什么呢 我是问你 上回吃了药之后 有没有出现什么反应 或者副作用什么的 少爷 少爷 看什么呢 我跟你说话呢 乐队的演唱会是兰桥国际赞助的 下榻的酒店就在兰桥国际大酒店 难道他会不知道 我现在有事情要走了 等我 怎么我每次一说到生病或者吃药 你就是这种态度啊 行行行 我会记得吃药的 下回见啊 拜拜 不是 哎 丹桥 这杂事我还没看过呢 丹桥 你这是 叫内心 我有事情找他 我在大唐吧等他 哦 是 丹桥 你来找我 那我也不提前说一下 你来找我 不会是给我送时尚杂志的吧 听说我小艾朴的乐队住在兰桥国际 我小艾朴的乐队住在兰桥国际上 我小艾朴的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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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乐队 嗯 想起来的 这个乐队的赞助商之一就是兰桥国际 而且他们演出的时候 会下榻到兰桥国际 那你想看吗 你不会是他们的粉丝吧 好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陪你进来 丹桥 进来 怎么又是你 他怎么不给我送咖啡了 宁夏有自己的案子了 他可忙了 那总不能老让他买咖啡吧 所以以后这样的工作都交给我吧 他最近手头上有案子 就是米奇遇的那个案子 所有人都不愿意接 宁夏就接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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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政 把这份资料拿去复印一下 好的 宁夏 我先走了 这两天做了什么亏心事 天天躲着我 我又没做错什么 干吗要躲避我的上司 你还知道我是你的上司 对呀 不然谁敢发工资啊 你听我说 米奇遇的案子 你暂时不要跟了 太好时间了 你回来公司 我还有别的事情更需要你 别呀 我觉得这个 这个案子挺好的 虽然说麻烦点 但排场大呀 可以给我们做宣传呀 老板 你别管了 我会全力以赴的 我 我还有事 我先下班了 董事长 我觉得 怎么了 吞吞吐吐的 有话快说 也许是丹桥和宁昕正在交往的原因 他来南桥国际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你让广告不做个方案 我们南桥国际准备投放满位的网络广告 这个项目就交给宁昕 让他和满位接触跟进 是 董事长 我真的许是说的 的传统的事情 一般都说了 我自己去找到 我去找到 我去找到 你去帮忙 你去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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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不过现在还不能说 今天会给你一个惊喜 好 来 等一下 好 来 大家早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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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注重一下公共场合的礼仪吗 小夏呀 不是我说你 你这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打喷嚏这件事 真的改改了啊 做女人要神秘要矜持 你这臭毛病啊 真是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这鼻子很敏感嘛 一闻到香水味 我就 是我身上的香水味吗 大男人 什么香水啊 当当uitive样 隆重推出我的栗子味蛋糕 我郑重宣布经过我恩慈失败以后 烘焙界的大门正式向我敞开了 漂亮吧 尝一下 不好吃 我倒贴一百 这看起来不错 好吃好吃 嗯 好吃 美妮好呢 吃多了发胖 别 来来来 吃蛋糕啦 美小姐 里面请 大家请 大家请 不好意思啊 幸福大家一下把这个衣服啊 放在化妆间 辛苦一下 谢谢啊 就这么一个小工作室啊 我之前去的可是都是很有名气的摄影工作室啊 美小姐 有些情况呢 你可能不了解 摄影师我们的好坏都在于大小 你看 都是这种挥补或者蓝布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用心 那当然了 这好的摄影师啊 每小时都是六位数 你呢 美小姐 摄影师的好坏不在于价格的高低 不是说摄影师的价格越高 她的技术越好 更重要的是在于用心 您放心 我肯定会用心全心全意给你拍摄 您放心 美小姐 你放心吧 她呢 工作我认真负责 而且她摄影技术一起保 所以这边你就放心好了 嗯 你就是小德吧 小远的老婆吧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哎哟 你是不知道 我跟你老公短短认识几天了 张口闭口离不开你 你老公这么疼你 真羡慕啊 美小姐 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我老婆小德 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化妆师 她呀 时常韩国流派 给圈内很多的明星 大腕 包括艺人都化过妆 这一次啊 包你满意 好吧 那就让她试试 来 里面请 喂 志远 你那个棚里拍完之后 你就转 呃 室外就行了 呃 那个通告我发给你了 你看一下吧 这个你还问我呀 你不仔细看一下 好了好了 咱们外景集合啊 嗯 就这样 拜拜 怎么样 米奇悦的案子还顺利吗 一切顺利 真的 你施了什么魔法 竟然能降服这位姑奶奶 其实米奇悦也没有那么难搞的 只要我们耐心的 小致力冬至疫情的话呢 还是挺好配合的 真的 那赵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嗯 去吧 姐 姐 姐 你们两个认识还是姐妹 丹琼 我们回你办公室说好不好 她是你姐 她怎么认赵总的 你用一下 你到底又不用把我当好朋友 你说你是不是空降兵 如实招来 没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 我先去现场了 我被你们搞糊涂了 我想听你解释 上次在西餐厅你们为什么装作不认识 告诉我 丹桥 其实小夏是我的堂妹 她的父母过世以后 就由我的父母收养她 我也想不到 我和你的缘分居然这么深 我的妹妹居然是你的员工 其实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妹妹 因为你我的关系 在公司受到特别的待遇 我希望我的妹妹 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 在公司站稳脚跟 是这样吗 丹桥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这么的阴谋 今天我是在谈业务的 业务 我不是答应你给你个惊喜吗 什么意思 兰桥国际要给我们麦威投广告吗 你为何不愚 要为何哭泣 是否那忧伤的旋律 勾起你的回忆 过去 过去都已过去 过去都已过去 都已经过去 如何才能够抚平 伤的涟漪 你为何冷漠 你为何冷漠 又为何远离 是否有太多的忧伤 是否有太多的忧伤 蹒跚你的步履 也不愚强 寒冬去春又来 冬去春又来 冬去春又来 这样的时光谁 也不曾经历 筹 Churchill voices 请抓住我的手 别再悠逸 你 你留下的那一盏灯 在无边的夜色里 紧紧紧的抱着我 变色分离 一起看山看大海 我和你永相遇